妳看45度角 小小姐妳怎麼看 沒有財位就算了 還裝了個冷氣機 雪上加霜 對 把氣都吹散了 不是啊 妳的財都吹走了 但是她有認真在布局了 是她上面有放那個 她的岩燈啊 還有金積木對不對 對 而且上面寫對我生財 對 財山在此 這老師教的啊 讚耶 她已經都有布局了 高一吋為山 低一吋為水 在這個柴位 無共有個大的金凍木 或是盆栽或魚缸 都有遏止對焦柴位 破柴的危機 它那個山有點過小 不過小 但是我覺得力量看不夠 那其次在煮柴位找不到的話 我們就可以將來 照做我們找刺柴位 來做個彌補 她那裡有布局耶 是啊 好認真喔 你看她在旋轉這裡 這一個就是一個柴庫了耶 老師 真的 這很用心耶 對 這邊是個小柴庫 是 以做在那內向外看是龍鞭 也代表為老公撞地 增加一個財運的意思 對 可惜啊 那最近有一隻龍龜 上去又在背龜 我也 龍龜背龜 大龜小龜 好的嗎 柴獸不能比柴神大 或高或寬 他把柴神放後面 柴獸放前面 有種沒大沒小 乳神磅神的一種做法 所以這樣被這些柴神 有點不近就對了 對 所以應該是把龍龜 放後面 然後柴神放前面 可是它這個柴神 其實就是一個圖卡耶 我教妳的 第一個圖卡 如果是彩繪的話更好 如果圖卡的話 可以黏在上面 讓它位子高一點 那麼對於這個柴神 也是一種尊敬 都是穿堂 有沒有看到 真的 一進來 妳一進來 主臥室 廁所 室臥 都看到 都看廁所看光光了 是耶 所以我們先解決這口 穿堂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進門對不對 你不要看到這麼多的房門 跟廁所 有沒有看到床 有 進堂 建廁 建床 建造等等的 這裡 有 就是這個由上到下的屏風 是 這裡維持一定門的寬度 是 那麼由上到下阻隔 我一進來 先看到客廳 是 經過 再看到其他房間 就不會有像 這就是一個 製造一個小材位 也可以遏制 吃飯啊 上廁所啊 或床被看到的一個東西